老婆 老婆 婆婆怎么婆啊 放开我 你不要走嘛 那你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不走 我在这里挡死吗 你不看看你什么鸟样啊 哎呀 现在我们虽然是穷一点 但是啊 经过我们的努力啊 我相信啊 面包会咬的 蛋糕也会咬的 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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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我真的是瞎了眼了 看见你这种人 你看 要缝没缝 要戳没戳 要存款也没咬 连位数的都没咬啊 我跟你过啊 过够了 这种苦日子 我过不下去了 再说了 我都说我会努力的了 你不说给一次机会给我吗 我给机会给少你吗 啊 你看看 多少年过去了 两个小孩都生出来了 还是这个鸟样 你以为你是个保安就了不起啊 一个月才一千多公司 养得和我吗 给了我想要的幸福的生活吗 你改不了 改不了就要放我走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这两个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药啊 你不为我着想也应该为孩子着想一下啊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完整什么完整 我能费一个 再说了这两个赔钱货 我也不喜爱 我跟你说啊 既然婚已经离了 从今以后啊 你找你的多么钱 我过我的养完蛋 会不会相干 以后啊 不要找我啊 哎老婆你不要那么狠心吗 你不要走 不要那么狠心 你放开我 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办你问你自己啊 谁叫你那么窝浪费啊 我又要上班又要带两个小孩 我实在是没办法啊 你看在孩子的面上你就留下来吧 你这种娘啊 就活该打光棍一辈子 你看看你啊 先个男人吗 滚蛋 以后我不要找我 哎 你放开我 放 哎呀老婆 哈哈哈哈 哎小弟去哪里啊 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 啊 你跟村长都敢吃干嘛 滚 哎 怎么气冲冲的样子 干什么 哎 是不是玉米有他生气啊 哎不行去看一下 我们该怎么办啊 玉米啊 你你老婆都出去了 你还在那里哭哭哭 哭哭有什么用啊 你干嘛不去拦一下啊 劝一下他 没用的 刚刚在这里啊 我已经劝过他了 我都说了 不为我着想 也应该为孩子着想一下嘛 结果啊 他头也不回来就走了 这样子啊 那现在两个小孩这么想 那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要上班 又要照顾小孩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哎呦 人家怪 就怪我自己没有出息 哎 怎么能怪你呢 是吧 你在我们村当保安了 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保安了 又那么有正义感 那行 既然你 你看 你看小静现在抛弃你们了 那行 是他狠心 你看 是他物质 你看 他离婚了 他能得到什么 是不是 他出去再找 人家那些会对他是真心的吗 是吧 所以说 你也不用怪你自己 他找就找 是吧 一个人也过得挺好的 其实啊 离婚不离婚 他在不在 对我来说也不 不怎么有所谓 主要是苦了这两个孩子 说到也是啊 平时我都经常看到你在家 你看你上班回来 还要干活 这个活也干 那个活也快 还要取他回来 就当供着一顿大佛一样啊 是吧 而且你的供着每个月还要橡胶给他呢 而且像你这么好的男人 他都这样抛弃了 那行 他都这样就放着就放着 其实你这样做啊 也挺好的 是吧 他离婚了 是吧 那些官官啊 就有机会追求他 你也算是 哎呀 大队的 是吧 现在官官啊 几千万啊 你们不离婚的话 人家那些人 怎么讨得到老婆啊 是不是 其实离婚我们村也有几个案例 是吧 你也不是啊 最后一个 是吧 也不是最先的那个 现在离婚了 最重要就是 把你啊 你的小孩 扶养长大 把你的父母啊 把他好好扶养照顾好 那就最最重要的是吧 嗯 村长说的对 哎 不过你现在带了两个小孩 哎呦 那但是这样吧 确实挺小 你到时候 你又上班又没办法照顾小孩 而且你老妈又这么老了是吧 嗯 那但是这样吧 村长到时候帮你物色一下 我们隔壁村呢 还是隔壁站的看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受伤 我再介绍过来 哎呀 还都算了吧 你看小静都离我远距了 还有谁能够看得上我 怎么会 现在很多女人啊 都想要嫁给有正义感的好男人啊 知道吗 只要你好好努力啊 你放心 迟早啊 为了好的女孩子走上门的 好吧 要先没事 先带小孩回去 先吃点奶粉 还是怎么样吧 谢谢村长啊 那行 进来喝点水吧 啊 也行也行 来来来走走走 我先不用详心了啊 关关关关 哎 你干什么 亲爱的 你干什么啊 别叫我亲爱的 你就外手不配叫我亲爱的 那当初我跟你在意的时候 你说过对我好一辈子的 所以我才跟我那个前夫离婚 你原来是骗我的 你说你没跟他结婚 哎呀 你现在骗我 走开 哎 才不要你就离婚了 改这机会我 改这机会我 这种家境会有了下来吗 走开 哎 亲爱的 哎呀 真的是 不改就不改嘛 我现在我马上去冬瓜 我谁也不靠 真的是 我离婚婚要怎么样 就不难拥有爱情了吗 哎呀 真的气死我了 哎呀 那个冬瓜也容不下我 现在只要回来找我那个前夫玉米了 他应该也没有娶得到老婆 离开我之后肯定娶不到 玉米 玉米 谁啊 我啊 你 你还回来干嘛 我回来 我要跟你复婚 复婚啊 是啊 哎呀 复什么婚 我现在已经有老婆了 我老婆好着呢 也要什么老婆 你刚打离婚 哦 你说离就离啊 当初 你是怎么抛弃我的 谁离婚啊 谁要离婚呢 老婆 这个谁啊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那个 我前妻 他现在 回来说要跟我复婚 复婚啊 啊 是啊 你说离婚就离婚 你说复婚就复婚 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啊 哎呀 我根本就不厌死你 我干嘛要把你当回事啊 哎呀 你不认识我 我还不认识你呢 嘿呀 竟然敢跟我老公说要复婚啊 那就是了 玉米啊 不要跟他说那么多了 我们念在我们那么多钱 夫妻感情的分账 哦 现在你就懂得说 念在夫妻的感情的分账啊 当初你找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啊 我也说啊 念在夫妻感情上 我也说啦 不看在我的 我的分账也应该看在孩子的分账 给孩子一个完成的家 结果呢 你头也不回来就走了 还嫌我从 嫌我这个那个的 啊 现在兜兜兜兜兜 啊 完了一圈回来呢 就懂得说跟我复婚啊 人家不是有句话说吗 好把不知回到草 哎呀 你 要脸不要脸呢 你这种人 玉米啊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只要你能包容我的一切 还有啊 小孩呢 我要见见小孩 上学去呢 我告诉你啊 小孩现在可是喊我做嘛 连你这个母亲生母亲他都不认识啊 你还好意思回来 玉米 别叫我 我告诉你啊 复婚了是不可能的 你还想拆散我跟他 我告诉你 当初你 抛弃他有多狠 现在就有多后悔 嘿呀 哎呀你这个女人 你还在这里说怎么说啊 我们的杂志关你什么事啊 现在他是我老公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不管了 你当初离开的时候有那么狠心 这种狠心的女人物质的女人 我们要懒得理他 我们进不过去 啊 你走不走 哎 当初啊 我还真的是应该感谢你啊 感谢你那么狠心把他抛弃 感谢你啊 把他让给我啊 要不是你抛弃他 我还找不到那么好的老公呢 你看人家又勤快又顾佳 又上进 嘿呀 还老实 你呢 哎呀花天酒剔的出去 嘿 我告诉你 你把他当作一根草 我啊 把他当作一块宝 现在人家可是保安队长 我也知道啊 那我就回来跟你富翁了 给个机会我嘛 没有机会 不要拉拉扯扯啊 跟你说 老婆我们回去酒饭吃啊 你还有脸回来你这种女人 物质的女人 游多远滚多远去 以后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老婆进来 人家都说了 同甘共苦你不赔 勇皇富贵你不赔 哎 玉米 你给个机会我嘛 哎 哎怎么办嘛 哪里都游不下我 哎玉米这保安都演一步道了 哎 准长 谁啊 我小硬啊 小硬啊 哎 你不是离婚了吗 怎么现在 还回来干什么 人家现在生活过得好好的 你来这里哭哭啼啼干什么 打扰人家生活啊 我想跟玉米复婚 复婚 是啊 我我当年都是我的错 你感觉有可能吗 还复婚 嘿呀 当初你那么狠青啊 我在路口看到你还问你了 干什么了 我以为玉米啊有你生气了 谁知道你一说 哎呀 还要骂我多管闲事 行了 现在我也不多管闲事 我也不理你 赶紧走吧 我们这个村了 容不上你这种人了 当初你看那么狠青 小孩还那么小呢 就跟人家离婚 嫌弃人家做保安没出息 人家现在有出息了 保安队长啊 你不配人家跟你说 你这女孩真的是 要不然你帮我说说玉米 说 你就有可能吗 人家现在已经有家庭了 你还想跟人家在一起 你滚大 哎 玉米出来一下 玉米啊 哎玉米 玉米 你的新保安队长衣服大了 到了 对啊 嘿 看看怎么样 对啊 哈哈哈 比之前那个卫武很多啊 对 保安队长 谢谢村长 第八啊 你看你这个前妻 你看 哎呀 他怎么偷听到你做保安队也都回来找你复婚吗 不是偷听 是我了 我刚告诉他的 是他 应该是被别人抛弃了 然后 无处可走了 然后又回来了 想跟我复婚了 他都不觉得丢脸 我都觉得丢脸了 对 玉米 喉玉不是回的 当年我都说了 他离开你啊 他也没有好下场的 嘿 既然这么好的老公都抛弃了 关关 哎 玉米 去去试一下 我不理他 这都给你 行 关关关 等下不来啊 我抓你去拍手 说你 啊 试窗 明天 关关 哎呀 你这个村长也不帮我 哎呀 我真的是 私造制造啊 哎呀 怎么办嘛 哎呀 嘿嘿 我去拍手 对你 我去拍手 我去拍手